那個新神戰機 我們來看這個 最新告訴公開的 日本最新的那個新神 不是這個 那個 最前面那個F3 新神戰機 日本 因為這個美國不願意賣F22 美國的國會不願意賣F22 給任何一個國家 那日本很希望跟美國買F22 那結果呢 這個F22美國不賣怎麼辦呢 日本就想要有自己的 那種第五代戰機 所以他們就自主研發 發動機啊 套都我們自己來做 這個是雛形 它很小叫 事實上這個並不是F3 這是F3的模型機 它很小 所以它很小的商座機 這個是屬於測試機 意思是說他們已經成功的試飛了 接下來就要做一行 放大比例 然後進行武器的 當艙的那個設計 讓這個日本 擁有了第五代戰機 現在俄羅斯也有在進行研發 第五代戰機 像T50 可是到現在 因為俄羅斯沒錢 就停止生產 那中國也在研發 第五代戰機 叫做千二十 千二十 到現在還沒有辦法 擁有辦法交給美國 中文空軍 是因為 它的武器系統 跟它的 逆中 一直是他們 在設計上 因為 千二零 千二十 中國的千二十 它的益管 沒有辦法 解決 它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雷達很容易就 可以撐測到 那個千二零的這個空 所以雷達很半律中 你看 空間半律中 請再掌握一下 這是日本在三月份宣布的 在三月份宣布 說 我們的 第五代戰機的 模型之 是非真空 是非真空 好 最後我們再看 那個 日本現代的武力 其實日本 雖然它解禁這個 那個智慧權 那個 那個 武器禁令 所以 因此他們 我們也知道一下 這些保護我們的 這些主要國家 這個就是那個 就下一條 日向旁邊一定會有那個 驅逐艦 就是神頓節的驅逐艦 那 日本叫兩種 兩種 一個叫金剛級 第二種叫做愛蕩級 愛蕩級是最新的 它的度位的比例 我的神頓體肌部屬件 還大一點點 這個是他們的 昌隆號的潛水點 山川 charts 他們都有 peer 那剛剛看到的那個 新神 apology 是要取代 日本的F15 因為老舊的F15 因為高級 日本有参与设计跟建议制造 所以日本虽然他被解禁 有些最近解禁那种武器都被美国解放 所以中国越强大的时候 日本就会跟着越强大 美国会解放他的武器禁令 那就是P8A 我们还在P37人家也知道P8A 日本在造那个潜水艇 每年一艘 那现在他会增加 如果说战予战争期间的时候 他应免可以到好几艘潜水艇 虽然说现在中国的潜水艇好像比较多 但是日本很快就会跟上 很快 因为他的武器禁令已经足了 对F15 这个新竹舰在打那个导弹 站起飞弹 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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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